何种烹饪方法能将花莲鱼肉吸着吃 猪头肉和扇鱼如何成就一碗面的精彩 当地人的头刀菜里又藏着哪种奇特的食材呢 挑就是要挑这种带粉红色 敬请收看我的家乡菜同南篇 热情火辣 爽快直白 这里的美食拥有超乎寻常的感染力 从今天拿到新鸡一样的 自来自全也自爽好买 坐落在重庆西北部的同南区 拥有广袤的平原与发达的水系 当地人守着丰饶的食材宝库 创造出了独具同南特色的家乡菜 如何烹制花莲 才能让鱼肉可以嫩到吸着吃 里面有骨头 有刺 所以不能太使劲 鲜鱼和猪脸携手打造的一碗面 究竟是何滋味 当鲜嫩的豆腐遇到弹牙的肥肠 如何能让二者味道互补 浓香四溢 就这么生吃就非常好吃 千奇百怪的猪杂 又能成就哪种蜂蜜全程的味道 很软 水分很多 不太好骗 马上开启同南的寻味之旅 重庆是一个不会让餐桌寂寞的城市 在重油重辣的底色之上 是包罗万象的百般滋味 从南区位于重庆市的西北部 嘉陵江的支流福江和穷江穿城而过 这也让鱼成了当地人 烹制江湖菜的主要食材之一 据说当地有一种捕鱼效率极高的方式 几分钟就能捕获几十千克的鱼 东大哥 您好 这是要去捕鱼了 是吗 那我能帮点什么忙吗 你帮我投一点飼料吧 鱼喂到这个地方好捕捞 就是我在这儿投料是吗 对 可以 我按这个是吗 好 开机 这应该是我参与过的 最简单的捕鱼方式了 投食鸡投食吸引鱼群 再把它们一网打进 整个过程不超过五分钟 咱这里头都有什么鱼啊 大头鱼就是花莲 花莲是吗 最胖的这个 对 我们这里最有名的泰安鱼 就是用花莲来煮的 泰安鱼 这是泰安镇嘛 泰安镇的泰安鱼 花莲是非常常见的食材 但在同男人手中 有着多种多样的吃法 加入葱姜 料酒巨星 剁碎的泡椒释放着鲜辣的滋味 炒制后 为鱼头带来火辣的铜南风味 蒸熟后 淋上一勺滚烫的热油 将鲜辣的滋味彻底激活 而在铜南区的泰安镇 有位专做花莲的高手郑长春 据说他做出来的泰安鱼 嫩到可以吸着吃 这又是什么做法呢 它这个头还是很硬的 对 这个头 要给它剔成两半 下一步我们就要把这个黑膜挂掉 不是它有鱼心的胃 就是这个黑膜不去掉的话 它会腥 是吧 所以在处理的时候 去黑膜这一步就很关键 鱼腹腔内的黑膜 是鱼内脏的保护层 不过因为腥味重 所以在烹饪时要去除干净 剁成两厘米宽的小块 让鱼肉更容易入口 不过到底怎么做 才能让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呢 裹上那个红薯粉 要裹红薯粉 咱们为什么不用其他的 像什么玉米淀粉 土豆淀粉 比如说我们那个红薯粉 它这个有粘液 这个粘液性比较强 这是锁住水分 人人的锁住 它有一个刺激的细的滑嫩 它有一个滑嫩的感觉 红薯淀粉是川渝地区的人们 烹饪时常用的食材之一 因为吸水性超强 它不但能包裹在食材外部 打造嫩滑的口感 还能独挑大梁 用红薯粉制作的各种条 片类制品 又被称为 勺粉或勺皮 和辣椒快炒 就是一道家常美味 除了炒制 勺皮还是近年来 烧烤架上的爆款 火变了大江南北 即坦韧与软糯鱼一身 是不能错过的实力派 那么正常春大哥 又会如何用红薯淀粉 增加鱼肉的嫩滑度呢 均匀地撒一点是吧 碾碎 然后这样 我这个抓的时候吧 你还得注意 因为里面有骨头 有刺 所以不能太使劲 红薯淀粉均匀裹在鱼块上 在热油和鱼肉间 起到了缓冲作用 郑大哥告诉我 油炸的目的 就是让粉坷和鱼肉紧紧贴合 达到定型的效果 但炸的过程中 千万不能把鱼肉炸熟 要保持五成熟的状态 这样才能在烹饪完之后 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 接下来我看 我前面这么多的料 一看就是咱们当地特色 是不是 这个是泡菜吧 这应该就是咱们这道菜的灵魂了 是不是 就是这个味 对 好 咱们先放 豆干 这一下去那颜色立马就出来了 对 这一下去放那种 泡菜 干辣椒 对 我们喜欢麻一点 就多放一点 花椒的加入 让这锅底料更具麻的刺激 加水熬开 放入鱼块 此时包裹在鱼肉外面的红薯淀粉 就像过滤的海练 将汤汁吸入其中浸润鱼肉 十分钟的炖煮 火红的汤汁逐渐变得浓稠 泰安鱼大功告成 嗯 果然是 我感觉轻轻一吸啊 那个肉就下来了 对对对 非常嫩啊 真是像豆腐一样 主要是它外面裹的这层红薯粉啊 让它吃起来 它不光是嫩 而且是很滑的口感 对对对 又滑又嫩 外面的红薯淀粉 充分吸收了汤汁的麻辣鲜香 而里面的鱼肉又达到了 可以吸着吃的效果 没想到 同男人把一条花莲吃出新意 花莲唱发 扇鱼即将登场 什么样的一碗面 居然需要猪头肉来充当配角 想知道答案 得先跟着刘华菊大姐去市场走一趟 这里头是放了块肉吗 它是鱼肠 鱼肠子 为什么要有鱼肠子在里面 放了个鱼肠子 它是吸泡的 它都没有泡沫了 就是有了这个鱼肠在里面 它能吸掉那些泡沫 那这个这是放了一瓶冰水吗 因为黄鳝怕热不怕冷 黄鳝怕热 所以要用这个冰镇着它 对对对 我身边的刘大姐 是铜南制作扇鱼的高手 和扇鱼打了几十年交道的它 有一套自己的选料准则 这条就新鲜啊 第一个它就 你就感觉它很流畅 流油起来啊 对对对 它也抓不到屋嘛 对你抓不到它 对对 它很活泼 不新鲜的什么 它肚皮都有一点那种 还血气那种 肚皮如果上面有一些 要像血一样的那种线 那就是不新鲜 对而且你看你拿它 它就不怎么动了 一百克左右粗细均匀 色泽光亮 活泛的扇鱼是刘大姐的首选 那么刘大姐究竟会用扇鱼 做出怎样的铜南家香味呢 我看您这个划的工具挺特别的 这个是什么做的 牛骨头那个内巴 这是牛的内骨 这个能把这么大也能宽的 就这样 两个指头这么分开 宽的 它就划起来 对对对 你就感觉是贴着那个骨头了 扇鱼的几骨成三角形 刘大姐用牛骨刀 贴着骨头在鱼身上 从头到尾划上三刀 把一条扇鱼分成了一片腹肉 和两片背脊肉 不过 它为什么要特地把腹肉和背脊肉 分开放呢 剪的时候 它就要先剪肚器 它肚器这个肉 它要老一些 它就是那个肩 它会爬 它会爬 扇丝被刘大姐切成了约五厘米长的扇鱼段 因为腹肉的油脂较多 所以要先下锅油炸 等打卷之后 再下背脊肉 姜末 盐 花椒陆续下锅 给扇鱼肉入味 辣酱给扇鱼输入了同男人的味觉密码 剃下来的扇鱼骨将化身为汤头 奉献自己的余热 扇骨汤的加入让鲜味升级 而这时 刘大姐要处理另一种重要食材 重量级大咖猪脸肉登场助阵 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现在是已经泡过的是吧 泡了好刮 泡刮一些 烧了过后你不泡 它都刮不通 那现在咱们用这小刀就可以刮了是吗 对 泡胀了 泡胀了 它就轻轻一刮 它就刮掉了 对 接受了小刀的美容 被烧过的猪脸 重新变回了光洁的本色 但是大姐告诉我 光是表皮干净还不够 猪脸的内部也要进行深度处理 肥膩都要去 不是肥膩都要去 这个白的这些都是肥肉是吗 对 这些是肥肉 这个是皮 这是皮子 还挺难把握的 而在去掉肥膩的脂肪后 还有一个部分也要特殊照顾 把这个鼻骨去掉 把鼻骨去掉 这个鼻骨不是脆骨 不应该是挺好吃的 它那个 它也得有那个骨糖 有小肥骨 有小肥骨 所以得把这个去掉 否则就不好吃了 对 怎么去法 给它割开 这一小块 这样就好了 这是一摸 确实有一些比较碎的 刘大姐告诉我 她要用处理干净的猪脸肉 做当地的特色美味 酸拱水 先让猪脸在浓香的卤汤中泡个澡 卤料的香味经过一小时的温柔沸腾 反复冲刷着猪脸的里里外外 给它提味上色 泛着金红光泽的猪脸圆满出锅 不过这刘大姐口中的酸拱嘴 究竟酸在何处呢 还有调料 酸做的 酸的是吗 那个酸来自什么呀 那个海椒蜜质的 蜜质的 调料的时候 后来就要一点嘛 根据蜜质起码吃好多 因为吃东西 这个是很辣的吗 不是很辣 酸拱嘴的酸 主要来自辣椒发酵产生的风味 新鲜的二斤条辣椒切碎 再取一些生姜 同样切成碎末 把两者混合继续切细 让它们充分接触 颜量的多少操控着最后的味道 是刘大姐的不传之秘 放入坛中 加水蜜蜂 让时间酝酿出独特的酸 卤好的猪脸肉切成均匀的肉片 弹力十足的外表 已经可以让人脑补 它富有嚼劲的口感 必须有一定的厚度 才能吃出这个脆劲来 刘大姐说 这酸辣十足的酸拱嘴 和锅中炖煮的麻辣扇鱼 其实都是为一碗面条服务的 清水煮挂面 再淋上红亮麻辣的扇鱼胶头 搭配一盘紧实弹牙的酸拱嘴做配菜 当地人霸气的鳝鱼面 终于隆重登场 这个与其说是辣 我觉得可能香味更浓一些 再加上它有那个鳝鱼骨熬的汤 它就有那种鲜味的 是吧 四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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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感觉又不一样 感觉又不一样 真的是绝配 香辣的扇鱼配上酸爽的酸拱嘴 让同男人的一碗面 变得丰富多彩 同男人的餐桌 讲究食材的搭配 绵密的豆腐和诺口的肥肠 又能碰撞出什么 当地人的家常美味呢 龙行镇的萌子豆腐 是同男人喜欢的家乡食材 彭川是土生土长的同男人 擅长用豆腐制作佳肴 他又能将豆腐做出什么花样呢 龙大哥 这打水呢是吧 对 您打这井水是干嘛用呀 做豆腐用的 为什么非要用井水呢 因为这个井它不含井线 井线过程的话就做不出来豆腐的 所以跟这个酸碱度有关 就只有这口井里的水 才合适是吧 是的 彭大哥告诉我 因为水好 所以早年附近有很多豆腐房 久而久之 就让萌子豆腐成了当地的招牌 别人做豆腐是为了直接售卖 而他做豆腐是为了当作自己炒菜的食材 就在我以为要开始煮豆浆 点豆腐的时候 彭大哥却把分离出的豆渣倒回了豆浆中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咱一般做豆腐用豆浆不就行了 为什么还要往里掺豆渣呢 我们这个豆腐的 它的主要就是一个跟别的豆腐 不同的特点就是豆渣跟豆浆混合一起煮 混合在一起煮 煮出来过后再用过滤 过滤再点 点出来它的味道 豆子的香味更浓 也就是说这个豆香是来自于豆渣了是吗 对 豆渣中富含蘸石纤维 维生素和钙等营养成分 彭大哥要用它和咸蛋黄 韭菜一同打造金沙豆腐 豆渣经过热油炸制 味道会变得更香 将咸蛋黄碾碎 在锅中炒成绵密的金沙状 加入韭菜 辣椒 一同炒熟 最后放入摊好的鸡蛋饼中 包裹之后一个翻碗 让豆渣完成华丽转身 而豆渣和豆浆一起熬煮之后 彭大哥又会如何点制豆腐呢 这个它是得慢慢地往里加是吗 对 随时观察它的那个 现在就慢慢开始起花了 现在已经起花了 对 这样浓起来的话 等一下它缘故 把上面的那个豆腐的那个高水 我们这边喊来高水 要把它洗出来再装香 那样就是说成型 就快乐型 彭大哥告诉我 加入豆渣熬成的豆浆更浓稠 用卤水点制之后 口感也会更绵密 蒙子豆腐表层粗糙 宛如岩石表面 坚实的质地是它的标志 与华嫩如果冻的嫩豆腐不同 后世的口感才是它的味觉美学 而彭大哥要用它和另一种重量级食材进行搭配 打造同南风味 猪大肠韧性十足 先焯水断生 辣椒在滚油中充分释放辣椒红素 一锅红油是激发出大肠香味的法宝 加水炖煮 把大肠完全炖熟 而豆腐又会以什么形式和它见面呢 搬个小团 是要用手掰是吗 手掰 手掰呢 那个豆腐它粗糙一点 粗糙一点的话 它煮起来的话更入味 掰开之后 它其实这个孔隙会大一些 对对对 你切的话它就会比较 你都盖住了 对对对 对吧 我尝一尝行吗 可以可以生吃 豆腐味是不是 就这么生吃就非常好吃 就本身那种豆香味十足了 手掰豆腐的表面凹凸不平 更容易吸收汤汁的味道 卤水豆腐含水量少 绵韧又耐煮 在三十分钟的灯煮中 充分吸损了大肠的油脂香 一点水淀粉勾芡 让汤汁变得浓稠 红亮的色泽引人食欲 看着颜色就很入味了 是不是 豆腐真的是一个吸味的食材 你把那个肥肠的香味全吸进去了 豆子味浓吗 豆香味依然很足 虽然它吸味吸了那个 就是大肠那个香味 还有这些辣味 但是你在细品它那个豆味 完全没有被掩盖 大肠烧豆腐和金沙豆腐 让我吃到了满口豆香 接下来我还要去寻找一种 同男人非常独特的家乡味道 而它的主要食材就是内脏 重庆人肯定离不开这个麻辣的干酒 八十餐了 重庆人的日常离不开火锅 而火锅中的明星菜品 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内脏 因为火锅比较辣嘛 然后算内脏的硅牙 做那种行为吃些都特别好吃 有的脆韧 有的绵软 内脏食材和麻辣口味如同绝配 不过在同男 动物内脏不仅能在火锅里大放异彩 同男人也能将他们炒出与众不同的滋味 那究竟是什么美味呢 这是我的家 我的家住在二楼 我们一直住在唐八镇 从2008年开始 我们搬进了这栋楼房 现在我带大家去看一看我的家人 这是我的爸爸 嗨 大家好 这是我老婆 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多开哦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哥哥 大家好 这是我的儿子 子儿子月 大家好 大家好 这是我的家 也是我们京城的小店 秦建新 90后的阳光大男孩 几年前从父亲手中 接过了菜馆主厨的位置 这家家庭江湖菜馆的招牌 就是各种内脏食材 当时还是比较反改 业到那个东西的时候 形成还是有点低厨 这种让小秦一开始 十分抗拒的食材 究竟是什么呢 为了揭晓他们的真面目 我跟着小秦来到了农贸市场 这里会有什么独特的内脏食材呢 这都是什么呀 我还真不太认识 这个就是竹笋用来制作 头刀菜的原材料 头刀菜 对 盆栏非常有名的 当地的居民都喜欢吃 小秦口中的猪肾 其实是乳猪的高丸 如果想让猪长得又肥又壮 就得在他们小的时候 把这个部位去掉 当地人俗称为猪肾 而小秦的爸爸则使用这些 本来被丢弃的内脏食材 烹制出了一道非常独特的美味 取名头刀菜 我就是要挑这种带粉红色 粉一点 对 大小比较匀称的 匀称一点的 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 太小的话它煮了之后 你就很小了 你怎么 没有头感 对 所以像这种中六的就合适 对 这个就是鸡肾 这个就是儿肠 这个儿肠一般挑 就是挑这种大拇指 粗细的 然后颜色粉嫩粉嫩的 粉嫩粉嫩的 对 比较均匀 它爆炒出来比较脆 小秦告诉我 儿肠的口感非常脆爽 切成小段后上浆 下锅爆炒 足量的腊味 带来刺激的味觉冲击 让爽脆弹牙的口感 得到强化 而小秦手中还掌握着哪些烹制内脏的绝活呢 先拿起来 然后对半片开 片开不片断 就是一个镰刀等 对 一个镰刀 更加入味 但是又不能断了 对 为什么不能切断 就是吃饭的人不好夹 不好夹是不是 对 它这样连着的话就好夹一点 从中间就能夹上来 对 它本着就小 对 刀拿平 拿平一定 我得到这儿 这样 对 两个 两个 对 词 小秦父子用原本被废弃的猪肾 烹制出的头刀菜 已经成为当地人恋恋不舍的家乡味道 比起猪肾 鸡肾的含水量更多 如同一块柔嫩的果冻 鲜炒调料 让锅内的温度降低 这时再下鸡肾 轻柔的操控勺子 向一边推着炒 能更好地保持鸡肾的完整性 鸡肾的口感绵腻 一口咬下去 如同吃到了一口乳酪 猪肾和鸡肾有了好归宿 那么剩下的这些鸡杂 小秦又有什么料理绝招呢 一起爆炒 一起爆炒 但是他们这个成熟时间 应该不太一样是不是 对 需要处理 怎么 切花刀炒出来 然后又散开 散开那样又好看 然后又好吃入味是不是 是的 为了保证各种鸡杂的成熟度一致 就得在刀工上下功夫 鸡针脆韧 得开出花刀 鸡肝软嫩易熟 要切成大块 下锅快炒 鸡针上的花一爆开 就要立刻出锅 很脆 但是一点都不老 很开胃 很下饭 我觉得现在急需一碗米饭了 是不是 对 三十多年前 秦大叔为了不浪费食材 研究出的头刀菜 已经成了同男人 割舍不掉的家乡美味 小秦接过父亲的手艺 将各种内脏食材 做出了更多的花样与滋味 菜刀与砧板 炒锅与炉火之间 尽数人间智味 元旦片 家乡好风味 春节片 年味 清明片 春天的味道 武艺片 匠心独到 端午片 香飘端阳 中秋片 家乡中秋味 国庆片 今秋好风味 四十集美食文化纪录片 二零二三 未知到 精彩呈现 一方水土成就一方饮食 一把红薯淀粉 一碗农家泡菜 正常春用最家常的调料 把一条花莲变成了 可以吸着吃的招牌美味 刘华菊 精心处理着 每一条扇鱼 从鱼肉到鱼骨的烹饪 让一碗面条 变得精彩非凡 彭川 每天的烹饪 从打水开始 让豆香 混合着当地人 喜爱的各种食材 在餐桌弥漫 秦建新父子专注于 内脏食材的烹饪 让奇特的猪杂 在餐桌上大放异彩 用心地制作 是激活同男人味蕾的密码 成就了无法割舍的家乡味